欢迎回来 最近内地军事网络上流传 中国新一代052D型导弹驱逐舰已经于28号下水 台媒称大陆有可能将建造多达10艘052D舰 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052D舰跟日本最先进驱逐舰性能还差10年 那052D舰威力究竟如何 052D舰将对中美中日海军战力对比带来哪些影响呢 稍后我们将连线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 先来看看报道 国内军事论坛近日流传多幅在上海船厂拍摄的照片 显示证建造至少四艘军舰 其中两艘是解放军现役最先进 有中国神盾舰之称的052C型驱逐舰 另一艘在舰的军舰体积显然较大 主舰炮比052C更大 网友估计直径有130毫米 猜测这就是国产052D型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长160米 宽18米 比其前辈052C型驱逐舰稍大 重量超过6000吨 并非此前传闻的万吨级 据中国军事新闻报道 052D型驱逐舰有两套32单位垂直发射平台 能够发射红旗9B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和反潜导弹 052D型驱逐舰将会使用346型有源向控阵雷达系统 以及518型长波段雷达 还会安装直升机降落平台和近战武器系统 在武器雷达指控和通讯及电子战系统方面更加精良 但改动仍比较有限 那么它的发射的这个数量呢 就是垂直发射的数量中 以及像052C就是17零件的这个48个应该会增加到60多个 64个左右 那么降法使这个舰艇的这个持续作战能力和多用途作战能力方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加强 台媒称大陆可能会建造多达10艘052D型驱逐舰 如果属实 这将意味着大陆打破了过去的惯例 即通常只建造一两艘舰船 进行一系列测试后再进行量产 这或许表明中国对052D型驱逐舰所使用的子系统已相当自信 首艘052D型驱逐舰可能会在2014年服役 特别是中国海军经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 与这种大型的驱逐舰的这么一个研制和生产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军费是允许它进行一个多批次一个建造 而且我们看到了现在那个中国海军的这个元老 就是051型这个旅大级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退役的一个时间 如果说这个再不建成舰艇的话 可能会使中国海军整体这个作战能力有所下降 近日钓鱼岛争端升级 让外界对中日海军实力非常关注 美国杂志外交政策20号更是登载题为 2012中日海战的文章 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 一旦引发海战的胜负前景做了一番探讨 作为海军主战装备的驱逐舰 中日走过不同的道路 日本海军在冷战结束后 极大的加强了海军建设投入 在上世纪最后十年 先后开工了金刚级 村雨级和高波级驱逐舰 建造数量接近20艘 22号最新的一艘秋月级驱逐舰下水 标志四艘秋月级驱逐舰全部建成 日本目前拥有亚洲最强的驱逐舰舰队 秋月级我们看到它有很多优秀的特点 比如说它的采用双波段的雷达 等于说它在电子的 包括电子控制指挥系统方面 已经达到了美国宙斯顿的最新型的标准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跟中国海军来比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在这种电子战包括雷达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它是采用两个反潜直升机 说它的反潜能力非常强 同时装备了八枚90式的反舰导弹 所以它在这款日本制造的导弹驱逐舰 我们看到它的防空反潜反舰能力比较均衡 而中国海军驱逐舰自上世纪70年代 第一艘051旅大级驱逐舰下水后 近30年间051型驱逐舰始终是主力 一直到2000年之后 052C型驱逐舰的开始下水直至量产 标志着解放军第三代导弹驱逐舰成熟 而如今052D型驱逐舰的量产 显示中国海军装备建设正式进入量变范畴 不过美国媒体就称052D舰跟日本最先进驱逐舰性能还差十年 跟美军的差距则更大 特别是美军正在建造的朱姆乌尔特级驱逐舰 有独特的低雷达反射的外形 隐身性好 近15000吨的排水量 也被人称为万吨大驱 更首次装上用于实战的电磁炮 备受瞩目 不过外媒也称 除了052D 中国正在研制055型驱逐舰 将作为2020年至2030年时期的主力装备 作为解放军第四代导弹驱逐舰 055型驱逐舰将具备美军朱姆乌尔特级相当的作战能力 作为中国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主战平台 装备有激光反导炮 红旗26导弹 新型燃气轮机 将使解放军驱逐舰技术水平达到世界第一流 针对近来国际媒体密集报道 所谓二炮近期连续发射多种型号的弹道导弹 可以穿透美国的所谓反导系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艳生 在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专门做出了回应 并且对中国航母平台交付时间等问题也予以解答 30号9点30分 中国航母平台在经过四天的第十次海事后 平稳停靠在辽宁大连港码头 与之前海事时长相比 此次海事耗时最短 不足70小时 海事期间受台风布拉万影响 黄海海域出现了5到8米的巨浪狂浪 而辽宁及山东沿岸海域 也出现了2米到3.5米的中浪大浪 经过台风布拉万的洗礼 中国航母平台顺利归航 这次海事出航没有举行欢送仪式 归航也取消了放鞭炮庆祝 这显示航母平台的海事已步入常态化 现在我们的中国航母 已经具备了这种自航的能力 在台风下 它是否具备这种抗飓风的能力 对以后它服役之后 能否在恶劣的海情环境下来使用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要求证实 中国航母将于11前服役 和航母名字即将公布等传言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大笑表示 航母平台自去年海事以来 按照既定计划开展了各项科研试验 达成了既定目标 将来航母叫什么名字 以及航母平台交付部队的具体时间 我想到时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了 近日我空军地空导弹某师 在我国西部大漠割地 展开了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 国产新型地空导弹防空实弹演练 北方某空域战机升空 预警雷达及时发现目标 正在机动中的地空导弹 某旅迅速占领阵地 对抗中突然遭到连续干扰 导致无法跟踪目标 但在刚刚创新的抗干扰战法 短短几秒钟后就重新锁定了目标 实施了有效攻击 这次导弹拦截训练 创造了这一型号导弹 远程机动至陌生地域 复杂电磁环境下 全部命中目标的新记录 近来 《解放军报》和中央电视台 密集报道了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二炮的突破性进展 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黄东评论认为 中国媒体近日加大对自身军力的报道 与领土纠纷息息相关 日本最害怕中国的二炮 媒体报道的威慑力超过了一场军演 只需要一篇报道 一个电视画面便足以让美国和日本回味其震撼程度 整个二炮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是国产化的 所以呢 别人就更对我们这个整个武器装备是琢磨不透的 对敌人就足以造成了这种心理的震慑 真正二炮什么时候能打起到这种震慑的作用呢 能起到这种不占人屈人之兵的作用呢 我觉得还是在某一场小规模的冲突中 才能让其他国家真正认识到二炮部队的真正威力所在 针对近来国际媒体密集报道 所谓二炮近期连续发射多种型号弹道导弹 可以穿透美国的所谓反导系统 以及南京军区登岛演习等消息 耿燕生指出 中国加强二炮部队建设 提高战略威慑和防卫作战能力 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近期我们在境内进行了一些正常的武器试验 这些试验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导弹武器它可以进行目标的装定 我装定哪个目标 它就可以飞向哪个目标 它完全是根据局势的变化 战场的变化 我们可以实时赋予它一种战斗的任务 所以呢 不针对第三国 不等于在未来的战场上 它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目标 记者会上还有记者问及 外媒在报道二炮导弹试射时 提到了其中有一次是新型战略弹道导弹东风41 提请国防部予以证实 对此耿燕生表示 关于这个问题 我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提供 拿前苏联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有什么 我们不会告诉你 我们没有什么 也不会告诉你 这都是一个军事秘密 西方不停地在进行试探 不回答它 正好能够让他们更加难以琢磨 虽然中国国防部队是否试射东风41不置可否 但西方媒体却报道说 中国在四周内三次试射远程导弹 其中就包括了7月24号 中国在山西古寨导弹结航天测试中心 试射了东风41 并成功命中了中国西部沙漠中的目标 俄罗斯媒体还披露 东风41机动式导弹系统 在外形上酷似俄罗斯白羊导弹 但在尺寸上比白羊稍大一些 外媒尤其关注 东风41是因为它可能采用分岛多弹头技术 每个分弹头都有独立的飞行弹道 以攻击不同目标 如此一来 美国反导系统的效能大为降低 由美国军事专家分析指出 洲际弹道导弹上搭载分岛多弹头 正是中国导弹部队突破美国在亚太部署 导弹防御网的一把利剑 尤其是近来 陷入地区纠纷的中国 在东中国海 以及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 展示出更加强硬的姿态 不过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称 这些远程导弹试射并不是敲响警钟 危险还没有到达那种地步 中国在其所有的导弹技术方面 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完美无暇的程度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军方 在最近进行多次导弹试射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现在进行了大量的导弹武器的实验 更多的是我们从第一代 向第二代导弹的一种改进 也是一些技术的提高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试验 才能验证我们的导弹的可靠性 安全性 实用性 以及未来实战中是否具备抗电磁干扰 感谢观看